哈囉大家好,我是PFAN,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我們今天,對,我們還是來玩暗殺 不過這次呢,我們是在戰隊PK裡面玩暗殺 然後這也算是一個觀眾投稿的啦 不過我一開始看他影片的時候其實是有一點點LAG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我下來下來看的時候就正常多了 我在網路上看的時候真的是LAG到炸掉 想說我自己來拍一隻,結果我自己拍好了 然後再看一下他檔案好不好 結果可以耶,好那咱們就來吧 對了,他的投稿方式是我最新現在在測試的 我有稍微透露一下,不過我還沒有開影片講 然後如果大家想嘗試的話可以來這邊 對,網址在這邊,網址在資訊欄上面 網址在資訊欄可以去看一下這樣子 好那咱們就直接開始吧 他用的隊伍呢,有一點點過分 對,有一點點過分 然後這個觀眾好像14階吧還是多少,綠色 對,然後他是用了毒骰、吸收、祭品、暗殺跟小丑 對,他不用生長不用召喚,反而用的是暗殺 這個組合真的是,反正我就是要錢無限就對了 我就是要無限多的錢,然後去無限招骰去丟暗殺 因為我還搭配了小丑 等於是小丑可以先複製祭品,把錢先拉出來 對,因為我這邊全部而言只有賭博在攻擊而已 不不不,只有賭骰在攻擊 所以其實有點危險,但是對方會更慘一點點 因為我自己看他的玩法 對,是有了那麼一點點過分 但是初期會有一點點可怕 但是通常到轉王來之後呢 世界就會不一樣了 世界就會不一樣了 尤其是可以看到他的 SP增加的速度真的是有一點點噁心 因為全場都有吃到的關係 所以那SP幾乎是一直在增加 而且他清怪殺過我 清怪的速度其實沒有很快 對,清怪的速度他因為是只有毒骰 我沒有任何的攻擊骰在 所以其實轉王幾乎可以一直在版面上 所以只要轉王一直在版面上 我的祭品還留著的話呢 對,等於是可以無限招骰 無限的錢 然後我吸收全場又是全場的吸收 這真的是太變態了 真的太變態了 我看他的影片 對,這真的是有一點點過分 然後我自己不禁躍躍欲失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一局 其實他一開始都是一直呈現於烈士的狀態 但是可以看到對面已經被默默殺到沒有骰子了 這真的是有一點過分 真的有點過分 不過相對的他也要冒一定的風險 等一下優勢跟烈士有的給大家看 對,不過先大家看一下優勢 他玩起來的話 可能會比真正最強的是 雷射跟組合嘛對不對 應該會比那個還要強 這個有點過分 反正暗殺本身就是一個破格的存在 我覺得就是一個暗殺 他是一個可以讓低等去挑戰高等的一個賽子 對,其實我沒有那麼討厭暗殺 雖然說版上或是說RD這個遊戲裡面的人 可能有些人都滿討厭暗殺的 可是我個人對暗殺而言 其實還好 因為如果大家看我早期的影片的話 對,我早期其實也是玩暗殺暗上來的 對,我早期也是暗殺暗上來的這樣子 所以我對暗殺 反正他畢竟也是個遊戲的策略啦 而且他要負的風險其實也不小 對,不小不小 對,如果他現在對方今天帶來是生長 如果只要生長起來的話 其實暗殺是有這麼一點點吃虧的 對,不過今天是在戰隊的話 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對,好,來再看這是他的第二局 對面是一個標準的鐵雷射 對,最近鐵雷射實在是非常的紅啦 真的是紅到一個炸掉 不過他帶的是... 他帶的是生長 對,他帶的生長 沒錯 對,我剛剛看錯了 我以為他帶召喚 OK,來,我們這邊一樣的狀況 他前面會先把... 不管是吸收高還是毒高 就選擇把一個給拉高 然後毒的話盡量還是要等級高一點點 對,這新手玩的話可能會有點痛苦 因為畢竟所有攻擊骰裡面只有毒骰 所以如果毒骰等級不夠高的話 其實那毒起來的傷害其實不夠... 有點撐不久啦,撐不久 可是相對的對方可能也撐不久 好,不管,不管 我覺得要高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高一點的話可以撐比較久 好,那現在... 我們這邊還是有點劣勢 他初期一定是劣勢 很難打出優勢來 因為畢竟只有毒骰 到底要怎麼打出優勢 我是不懂啦,我是不懂 好,來,現在轉王已經出來了 不過現在是對面那邊的轉王 如果正常來講他不是外掛的話 他的生長在這裡應該是完全沒有用的 那我們這邊的轉王也出來了 然後祭品就不要去動他 就讓他去收錢就對了 然後我們就繼續等下一波的轉王出現 其實他這時候毒有點尷尬 因為他剛剛毒被鎖了 所以沒有毒全場 所以他傷害有點更危險 但是...還是很過分 真的很過分,真的很過分 好,有暗殺再暗殺 如果沒得暗殺的話記得去拉出祭品來 對,拉出祭品來 因為畢竟錢很重要 有錢我才能暗殺 沒錢什麼都沒辦法做 好,一樣繼續給他殺下去 其實現在還是有點劣勢 35跟34 不過這樣殺下去 對方其實已經有一點點可憐了 因為他對方這時候生長其實完全沒有 如果他不是外掛的話 不是8秒成長 7秒成長的話 應該是撐不住的 撐不住這一波 不是這一波 這一連續的瘋狂暗殺 我自己看到這影片的時候 是有點浮誇 真的是有點噁心 好,等一下就換我自己玩 因為他這邊錄給我兩局嘛 他這兩局都是非常過分的 在欺負人 對,真的是有點過分 那自己大家都知道嘛 玩暗殺就是要有被鎖的覺悟 對,因為會被檢舉嘛 這遊戲的檢舉制度 就是有一點點問題的樣子 雖然說這是一個正常的遊戲方式啦 但是,對你知道 這個本身會引起別人的不快 OK,好 他非常過分的虐爆別人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這邊我自己也嘗試了一下 對,我自己初期呢 也是先用了祭品去拉出來 然後有暗殺就丟 如果沒有暗殺的話 就留著 就等一下吧 好,我這邊有一個三星的吸收了 那這時候我應該會去升級我們的吸收 因為賭的話 一開始不要太高啦 不然的話賭下去賭死了 就有點尷尬 對,就吸收不到那個錢啦 錢很重要啊 錢很重要啊 有錢才是暗殺的精髓 其實這跟那個 核彈骰有一曲同工之妙 只是核彈骰可能比較不會被手 呵呵呵呵 對,可是因為現在雷射起來啦 以前雷射還沒起來之前 核彈或許有用 因為對方可能沒辦法撐到他後面 可是現在雷射一起來了 撐到後面其實滿簡單的 那我們對面的是一個 日...日月 日月 日月在PVP已經很痛苦了 尤其對到暗殺啦 現在在這裡再對他暗殺 真的是有一點被Counter的感覺 日月完全是被暗殺給Counter 在這裡的生長其實比較沒有用處 除非你要把轉王趕快處理掉 但是在這裡對暗殺而言呢 轉王是非常過分的一個組合 好,我這邊的狀況有一點點倒霉啦 然後我選擇 我剛剛猶豫了一下 對,我猶豫了一下 好啦,我還是賺一點點錢 我這邊玩法可能稍微跟他有點不一樣 我比較強迫自己去暗殺 因為我自己殺下 殺到最後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興奮,你知道嗎 心跳,可以感受到心跳 不過這邊他是有一點點自崩啦 因為其實我還沒有真正到轉王去殺掉他 對,他現在還沒到轉王而已 我覺得已經崩掉了 但是有點可惜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真正是感受到心跳的時刻 好,來吧 那這次對面呢 一樣是一個鐵雷射 那我用的是跟他一模一樣的隊伍 有毒、有吸收、有祭品、有暗殺、有小丑 真心覺得這個隊伍要玩的話 先備份好自己的帳號 對,然後因為這個遊戲呢還是 這個模式還是可以被檢舉的 對,我自己有去看了一下 對,你還是看對待模式還是看得到的 所以呢,對,要玩可以 但是記得保護一下這些帳號 啊記得不要,如果已經玩這麼過分了 就不要再嘲諷別人了 對,其實很多被檢舉 很多被檢舉的不是因為玩暗殺 而是因為玩暗殺又去嘲諷別人 對,那個就真的是有一點 對 對,不是說這樣不好 因為畢竟也都是遊戲知識嘛 遊戲沒禁止你也可以禁言對方啊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 對,保護自己的帳號 保護自己的帳號 保護自己的帳號 來,我們繼續看下去 其實初期,欸我這邊還蠻優的 因為我有一個三星獨在 算我的毒才只有一等 我這邊毒不會想給他升太快 因為太快毒太多的話 我的錢沒有那麼多 對,沒有那麼多 然後他直接把我的三星給弄掉 有點尷尬 不然的話應該會更好一點點 我現在只有一顆一星的毒在毒 所以我就去升級他了 不然的話有點可憐 有點可憐 對,其實玩這個 風險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因為幾乎打不贏王 幾乎打不死亡的 真的 好,來我們 現在是 把他轉王也丟過去 他轉王也來了 那我們就正式要開始了 好,一樣嘛 我這邊先把骰子招滿 然後咱們去丟暗殺 不過我的祭品很像沒有那麼的多 我只有兩個三星了 所以我有點尷尬 對,好,他給我一下 剛剛已經出現紅字了 紅邊了 紅邊的話就是已經呈現那個叫什麼 那個 呃 剩十隻 剩十隻 我剛剛其實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因為我把祭品合掉 其實這時候我應該忍一下 可是我剛剛因為看到紅色的邊框出現 我有點緊張 所以我就把它合掉 趕快去拉出來 看沒有辦法拉出一些攻擊骰子 不過這邊不拉的話應該會再更過分一點點 好,這邊運氣很好的拉出了三個暗殺 然後我這邊還有一個二星的 可是我沒有選擇他 我去選擇了 唉唷 唉唷,這個時候就變成這樣 應該是感覺起來OK了 只要感覺OK的情況下 我就沒有去複製暗殺 因為畢竟 錢比較重要 錢比較重要 好,來 我們 現在對面全部都是生長 其實這時候如果對面的話 盡量去把生長拿掉 因為其實生長在這裡已經沒有用 欸沒有 他的轉王已經死掉 所以生長有用 對,他轉王死掉了 這邊要仔細看一下喔 轉王其實是一個蠻煩的地方 好啦,總而言之呢 應該是差不多了 我這邊的傷害雖然不夠 但是呢 我是贏了 的狀況 好,剛剛看了這麼多變態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最尷尬的狀況 這時候對面來的是一個賭博雷射 然後我一樣是很兇狠的去暗殺對方 但是我初期的骰子沒有叫得很好 對,有一點點的尷尬 那就等於是全崩了 這算是一個如果 大大前期沒有起來的話 就完全沒有辦法走到 中...呃...第一輪 那第一輪走完之後 對方還撐得住的話 通常應該撐不到第二輪 這個組合應該是撐不到第二輪 對,除非賭博等級很高 爆傷等級很高 說不定靠賭散還有辦法 但是基本上呢 這個玩法幾乎是一輪內 就要把對方給處理掉 如果不行的話幾乎可以投降 反正這個遊戲也不能投降 而且速度很快嘛 一輪內沒有處理掉 大概在30秒內應該就結束了 哈哈哈哈 好,那現在我真的是有一點點尷尬 我這邊合出了暗殺 不過呢 都是變成二星的小丑 可是我一個二星的吸收在 可是沒有用 對,沒有用沒有用 不夠了,他不是傷害 如果是毒閃的話 多少還有一點點 我現在最少最少 要有一顆二星的毒閃 可是沒有弄出來 對,只要有個二星的毒閃 基本上可以撐住前期 可是如果當沒有的話 真的是很尷尬 前期連出來都沒出來 反而可能會被對方反諷一反這樣子 哈哈哈 OK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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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